每一个国会议员都要为自己家乡 选区 选区争取更多的资源 那矽谷是很多研发机构设计单位 但是制成单位是在台湾 制成的技巧在台湾 他当然希望台积电去 那他一吃两遍 一鱼两吃 第一个呼应拜登政府的 把科技战里面封锁大陆晶片 把台积电挖空 那么矽谷他当然理所当然 我跟我的这个矽谷 可以做紧密的结合 人才的流通各方面都很好 交换 我给你设计 你给我的制作双方的科技 所以这种议员来 那当然这个议员凭良一讲 还不是真的好像呼应科技作战那样 他对他自己选区争取资源 这个成分比较大 第二个老共这个演习本来 很多次我在这个台上都讲过 新机新建很多 没有实战经验 他有大大小小单机操演的 三机操演的 十六架操演的 他各种配套的东西都有 那配合台湾的跟美国的造势行动 他随便点一组出来做就是了 感觉好像是我们给了他机会 让他加强演练 他的训练科目可以调配了 他都有成套的 每个单位都 你不为议员来演 他别的地方也要演 这个东西我觉得 我看我的观察 民进党是到明年大选的时候 他还在操作反送中 因为我戳你一下 抗中保台 我戳你一下 你就来飞机来军演 你来军演以后 台湾的芒果干就越强 是不是对他选举有利 所以我觉得老共 也不必这么配合他 对不对 你看好了以后 共和党的议员又要来 议长要来 这些来 后面都还有 一波接一波多得很 你说中南美那些小国家来 影响势力不大 美国参中两院来 那抗中保台不是借机 可以唱好几台戏 这个东西 大家要看清楚 好 徐庭 所以他是为了 要为选民做交代的话 所以是希望能够什么 要掌握住台积电的晶片吗 电动车很需要 你知道加州戏股 电动车Tesla是最有名的吗 他们会希望台积电 在那边设厂 因为与国会议员 至于他的选区来说 如果有产业去投资去设厂 他们就创造就业机会 像台湾在选举的时候 我们比较少讨论 就业机会这个题目 可是在美国的国会议员选举里面 我怎么样为我的选区 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 那是他们选举的主旋律 所以他如果把台积电 搬到他的选区去设厂的话 他就说我又带来了 多少个高薪的什么什么机会 但我都觉得这些操作 要落实的机会可能不大了 因为美国的不管是劳工议事 法规上整体的劳工成本 其实比台湾高很多 所以说台积电 如果真的到美国去大量设厂 其实对于台积电本身的发展 是不利的 所以我常常想 到底是什么样的政府 糟糕到说 我要把我全国最珍贵的产业 要这样送出去 然后作为政治交换一些筹码 我觉得那个是非常糟糕 也非常可恶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讲 他表达他的需要 我相信这个台积电应该会很有智慧的因应 但我个人是希望 设厂制造还有关键技术 最好还是留在我们国家就好了 其实台积电最近的股价 频频继巴菲特之后 也看到很多的一些投资基金 开始在出脱 对于台积电的这个持股 那也是着眼在 台积电现在在设厂之后 他的成本会提高 对所以会认为说 未来的获利是不是因此受到薪蚀 就先出脱 然后我们的政府觉得说 台积电去他去其他地方设厂 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就哪有政府是这样子欺负自己的企业 我真的是完全看不懂 不过其实也蛮有意思 就是说这个议员呢 他还特别强调此行 无意挑衅中国大陆 希望能够致力促进台海和平 可是大家知道吗 其实这一位肯纳议员 他跟欧清杰 就另外一位议员呢 其实还是美国国会里新成立的 中国事务特别委员会的成员 怎么宇轩有一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呢 对所以所以他们 所以你要想嘛 第一个他到底是这个 这个面包重要呢 还是说这个面子重要 结果看来他到这边 他这个面子不要 他也要面包嘛 对他来讲最重要的是什么 还是台积电有没有办法达成 实质上的效果和利益嘛 中国事务委员会他很特别 中国事务委员是所谓的一群抗中的集团 你说在野党也好 执政党也好 这个民主党和共和党 对他们是基于这个反中牌为立场 所以才会去设立这个相关的委员会 要未来跟中国对抗 可是你看他来到台湾 在面包面前他讲什么 他还是说他无意冒犯中国嘛 可是只是目前现在 我没有要挑衅哦 对没有要挑衅的意思 说我们只是来赚钱 对那你是换句话是这个意思吗 但你反过头来讲说 美国之余这个台积电也好 台湾系电 系段到底有没有挖几 我必须要讲你光是AD厂这个设美这件事情 大家过去讲美机美肩 他从出发点到整个立即 完完全全就是所谓政治性考量 你先不谈说到底是不是要否特斯拉 基本上他是四奈米三奈米 那个是所谓的先端科技的高端晶片 他最主要的用途是要放在哪里 当然是就美国的国防安全 甚至是军事用途上 会不会有一个主要的考量 因为他必须到2026年 他的三奈米才会量产到每年60万片 那你说这个数据要作为所谓的商业 或者是说给美国的这个电器做使用 基本上来讲我认为是不足的 他最主要的目的应该是还是 所谓的军事安全 换言之到底台积电去设厂这件事情 每次应美方的要求 最后达到了只有一个目的 牺牲掉台积电的经济利益 但最后换到的是美国的政治跟军事跟国防利益 所以这笔生意根本不是所谓的正常的商业交流 他从头到尾他的出发点只有两个字 就叫政治而已 所以你去讲 好那你说台积电今天去赴美设厂 那对台湾之余 台湾到底有什么影响 最大的影响是你必须要反思说 那美国为什么不断的要求 包括这些议员也好 A立场也好 希望台积电能够多多益战 设越多越好 最主要的问题是 如果现在美国所仰赖的高端先进制程 都放在台湾的话 未来一旦发生战争 他们等于是自己的咽喉被掐在所谓的中国共产党的手上 所以他必须要将这样的千专科技给脱钩 甚至当初到美国的时候 拜登讲一句话 他说美国的制造业回来了 换言之他不是把台积电视为一个外资业 他是视为说到了美国本土 由美国我们国内 我们国产亲自来去制造这样的一个产品 所以现在很大严重的问题 就是说不只是整个设厂外流 包括台湾也有派驻工程师到那边 就刚刚许玲讲的工作条件待遇这么差 过去就有发生同样经历 到了美国之后怎么样 被其他的企业给挖角 所以你说在这样先进制程 有没有办法守得住 会不会到时候机密外流 所以你必须要反思 为什么台积电一直没有把先进制程的厂 设置在大陆 而设置在美国 那就一样道理 因为设置在大陆 会有所谓的技术外流的关键危机 但你设到美国 同样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所以你必须要反思 那至于台湾 究竟这些设厂 这些美国人的要求 对我们来讲哪有什么好处 是啊 薛将军 我讲不要以为厂去了就外泄了 我告诉你 技术人员去了不要几年 你像我们以前帮大陆养殖 等到人家养出来的鲤鱼就卖不掉 我帮它种出水果 你水果卖不掉 你帮美国解决制程问题的时候 你不要以为美国人工会很那个 或者工资高 他可以用印度人 用墨西哥人照样干这个事 只要我们把这个制程的机密 慢慢慢慢一点被人家掏空的时候 台积电就一文不值了 因为上游的这个设计 是美国人手上的 材料里面控制在日本一部分 对不对 还有荷兰的光刻机 这个美国都可以拿到 现在只缺你台积电那一块 那今天你只要去一个厂 把这个东西传授出去 我觉得我们台积电亏 我们国家也亏 对不对 而且这些议员 不管做不做得成 他选举都有利 对呀 这对选民有交代了 所以每个人 有每个人不同的想法跟角度的 海皇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 他有这个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呢 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 这一颗一颗的这个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 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 798的代码 来上网代购